书接上回 我们说到天空人森林人和山顶洞人三方势力正式形成 作为天空人的白子跟森林人大战了一场 结果连败俱伤 被躲在一旁吃瓜的山顶洞人捡了便宜 当女主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关在维瑟山军事基地 她劫持了一名小护士来到大厅一看 队友们正在吃喝玩乐和众人相处的其乐融融 然后山顶洞人的领导华兰市总统出来接见的女主 对她表示了极大的友好 这位华兰市总统也不知道是受谁的熏陶 非常喜欢艺术 女主被盛情款待 但她总感觉这里面不太对劲 好得有点不真实 然后突然想到戈壁剧组到中年亮的情形 头皮一麻赶紧溜了 果不其然 女主在逃跑过程中闯进了一个地下室 里面灌了许多森林人 其中一个被吊起来身上插满了血管 因为森林人的基因在外面经过了筛选可以抵抗辐射 所以山顶洞人就把他们当作人体血库来治疗自己 算是一种血的供养 而在地下室下面的下水道还藏着一个秘密 总统儿子和一个女科学家把一部分强壮的森林人抓起来 又打针又吃药 把他们变成丧尸 然后再让这群丧尸出去抓更多的森林人回来 抽干他们的血后再丢给丧尸吃掉 就这样形成一个可怕的食物链 外面世界 女主他妈带着天空人降落地球后 刚好遇到了被森林人抓作俘虏的守卫哥和曼姆哥 于是天空人把他们救了回来 回到阴地后守卫哥他们要去救女主 但副医长不允许 说现在这里有大人接管了 你们小孩就待在阴地里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我们有训练游素的士兵执行任务 然后下一秒那些士兵就被森林人钉在了树上 所以训练游素有什么用 我们小孩才是这里的主角好吗 晚上女主他妈偷偷给了守卫哥他们枪 让他们去救他女儿 路上守卫哥和曼姆哥分头行动 曼姆哥来到花架沟发现了一个森林人小村子 他以为是这群森林人抓的女主 以下情绪就失控了 开枪扫射打死了许多老人孩子 上一集还在各种当好人 撮合天空人和森林人和谈 这一集突然就大开杀戒 人设绷得有点猝不及防啊 然后曼姆哥回到阴地后 发现女主回来了 女主跟大家说了山顶弄人的情况 决定和守卫哥他们去救剩下的人 但这时女主他妈又不让他们去了 说你们小孩子保护好自己就行了 不能让你们去冒险 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守卫哥说 当初你把枪给我 让我救你女儿时怎么那么积极 啊现在你女儿回来了 就不管其他图办了 如果说这部剧第二讨厌的人是女主 那第一讨厌的人就是女主他妈了 圣母和双标这对母女战权了 另一边林肯救了潘尼妹 把她带回到自己的村子花架沟 但村里人都把她当叛徒 后来林肯被山顶弄人抓了去 打针吃药变成了丧尸 潘尼妹他们把林肯救了回来 绑住了她 然后她全身抽搐 几分钟后就背弃了 森林人因为林肯死了 只是女主赶来 赶紧给她做了心肺复苏 森林人眼睁睁看着女主 在林肯胸前按了几下 林肯就活过来了 他们感觉很神奇 这是什么杀掉医术 女主突然想到 他们森林人有病 我们天空人有药 那我们两方为什么不合作呢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们粘手对抗山顶弄人 这样不就可以打破 三方势力对阵的僵局了吗 森林人的女少年 听了女主的提议后 觉得势必不错的交易 但她有个条件 那就是先把曼姆哥交出来 她杀害了无辜的森林人 按照他们的规矩 必须让每个森林人 在曼姆哥身上统一刀 做The Watch 最后再用火烧死 只有这样才能血债血偿 如果天黑前不交出来 森林人几千大军 就会进攻天空人营地 只是女主不愿意了 还想帮着曼姆哥逃跑 路上被森林人包围 然后曼姆哥良心发现 自己站了出来接受惩罚 行刑前 女主走到曼姆哥面前 跟她道别 然后含泪一刀刺死了她 曼姆哥深情地说了声谢谢 就这样 天空人和森林人终于结盟 但就跟野人和守夜人一样 让联邦之前打过仗的人 并肩作战还是很难的 女首领的副手 甚至用毒酒陷害森林人 试图破坏这个联盟 事情败露后 女首领毫不犹豫地 亲自把她的副手处死 以此来震慑其他人 在森林中里 女科学家发现 利用天空人的骨髓 可以永久性解决辐射问题 她把这个研究 告诉了总统儿子 总统儿子跟老总统提议 抽干天空人的骨髓 但老总统还有一点良心 说如果我们这么做 就不配回到地面 坚决不允许动天空人 总统儿子见老总统固执起见 头脑一热 把他爸关了起来 自己做了总统 善良的小护士 得知这个计划后 立马告诉了墨金哥 但他们跑是跑不掉的 跑在山洞里 还有其他好人 他们把墨金哥 一行人分开 藏在自己家里 也没有供出白子 森林里 女主和女首领 开始制定对付山里诺人的方案 要想打败山里诺人 第一关就是要解决他们的毒物 这是山里诺人 对付森林人 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一旦碰到就会被毒死 所以进攻前 必须得有个人先进去关掉毒物 这是守维哥站出来说他去 守维哥在林肯的护卫下 从下水道投摸了进去 进入后 他投进了总统儿子 要用导弹攻击他们的集结点 他把这个情报告诉了女主 女主知道后陷入到鸟难中 如果通知集结点的人撤离 那山里诺人肯定就会发现有人潜入 很快就会把守维哥找出来 那他们接下来所有的计划 都没法实施下去 如果不通知 集结点几百号人就会被炸死 所以这时候到底该如何抉择 这个难题是不是有点熟悉呢 二战史上著名的考文锤事件 也是这样的情形 当时英国费了很大力气 破解了德军的通讯密码系统 得知德军将要在1940年11月14日 轰炸考文锤事 代号月光奏鸣曲计划 这份情报被送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手上 丘吉尔陷入到两难境地 如果事先通知考文锤事 采取防御措施 那德军就知道自己的通讯系统被破解了 如果事先不通知 那考文锤事将在无防备下遭受轰炸 最终丘吉尔选择为大局着想不做通知 后来德军的空袭行动 炸死500多人 炸上5000人 整个考文锤事被炸成一片废墟 但在之后的战役中 这套被破译的通讯系统 帮助英勋赢得了多次重大战役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是 当时情报提交上来已经很晚了 而且也不确定就是要轰炸考文锤事 这就另一说了 女主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把这事告诉了森林人女首领 女首领果断地让她不要告诉其他人 最后就他们两个事先逃了出来 其他人都被炸死了 当然他们的主力战队都分布在森林中 没有受损 被导弹袭袭击后 天空人和森林人的仇恨值 一下就被拉满 女首领和女主顺势发表了一波战争演说 两方人员听完 同仇敌看 誓死要消灭山顶洞人 所以让内部弹结起来 最快速有效的方法就是 制造一个外部矛盾 很快首领果关掉了毒物 联盟准备向山顶洞进军 女首领和女主在帐篷里商量战术 说着说着 女首领吻上了女主 不要多想 这只是出战前互相鼓励的礼仪要义 天空人和森林人 来到维瑟上聚之基地大门前 这扇门用的是电磁锁 必须炸毁他们的发电站才能打开大门 这时机械女早已在发电站摆炸药了 等待期间 大门脸侧上上有一些山顶洞人伏击 于是女首领带着一队人马去解决那些人 几分钟后发电站炸毁 门锁打开 女主真准备带着大家冲进去 结果里面走出来一群森林人俘虏 这时女首领也回来了 她让森林人大军撤退 原来刚才那一会儿功夫 天空人攻打山顶洞 神奇的是女首领竟然答应了 是的 她竟然答应了 说好的血债血肠呢 这一百年来 山顶洞人把森林人当作一栋血库 把他们变成吃人的丧尸 用生化武器对付他们 这是多么大的世仇 现在好不容易有群天空人来帮助他们 正好可以一举消灭山顶洞 他们却放弃了 你要说为那几百个俘虏 那之前被导弹炸死的人 估计棺材板都掀上天了 当然 如果非要为着脑回落亲戚的决定 找个借口也是能找到的 那就是女首领知道 即使帮天空人打败了山顶洞人 以后天空人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毕竟文明差距太大 一个部落时代 一个都上天了 根本玩不到一块好吗 所以不如让他们两个斗 自己坐收余力 这样一想 女首领真是诸葛转世啊 女首领走后 女主带着剩下的人攻了进去 这时总统儿子 把他的同伴们全抓了起来 准备一个个抽骨髓 女主抓了老总统 但威胁不了他儿子 然后他一枪把老总统给崩了 作为报复 总统儿子第一个就把女主他妈 抓到手术台上 开始抽骨髓 这时女主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们 那就是反转基地的通风系统 将外面的辐射空气送进来 但这要基地里其他无辜的人也会死掉 经过一番挣扎后 女主最终还是扳下了开关 很快山顶洞人全被辐射致死 包括一直帮助他们的小护士 最终剩下的天空人全都获救了 另外黑人一掌 并没有参与此次营救行动 在此之前 他就觉得攻打山顶洞人不是好选择 但因为他下来晚了一步 已经不是化石人了 黑人一掌 只有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说 我之前在一个up主视频里看到弹幕说 世界这么大 我们为什么偏要在这块滑架沟战呢 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嘛 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去其他地方看看 然后一部分人跟着黑人一掌 就去开辟第三季剧行了 他们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没有人山人海 只有雷山雷海 路上为了保命 黑人一掌 还把一个受伤的人推下水 为了水怪 所以当初空间站自我牺牲的精神呢 自从来到地球后 这种人设反复无常 已经不止他一个人了 我们就叫他人设侧不准原理吧 所以一张黑人一掌 来到一个名叫光之城的地方 他们走进一栋大房子里 一个性感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欢迎他 黑人一掌 伸手一摸 就从他身上穿过去了 新的一波势力正式出现 话说女主把众人救回来后 觉得自己杀了太多人 罪孽深重 于是跟守卫哥说 他要离开 守卫哥问为什么 女主说 用我一人换他们天真无邪吧 用我一人换他们天真无邪吧 说完女主转身离开 然后去了青铜门 If I die young Bitter me inside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roses Sake me in the river At dawn Send me away With the words of the love song 啊